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庆前讲记载的话 可以说大家晓得到处都是 在人们的心目当中 绝对是一张美食名片 重庆人是少不了这道菜的 大师的菜 家常的味儿 我是重庆厨师 熊悦 凡是喝的菜品都具备了一个贴子 就是一个是面向大众 面向消费 每个人的饰箱是看成菜 他觉得一个是好吃 是第一型的 我觉得每一个菜品 它应该具备五个好的元素 原料要好买 好住 要好看 好吃 好买 都是好销售的意思 给人喜欢你这个菜类的生命 前江鸡炸都是一个代表 前江鸡炸主要提现的是泡菜的味道 前江一代就出一种萝卜 叫胭脂萝卜 表皮烘得发黑的那种皮质 头一天泡 第二天就可以吃 胭脂萝卜就用来和鸡炸一起炒 配菜点底主要是豆干 鸡炸 白菜 沫里也要穿一道水 葡萄条放在油锅里面 炸成八层树 现在重新菜已经形成了七大菜式 第一大菜式是烟锡菜式 第二大菜式是大冬变餐菜式 第三个菜式是药山飼料菜式 第四个菜式是家长风味菜式 第五个菜式是火锅风味菜式 第六个菜式是中卫小吃菜式 第七个菜式是江湖 前江鸡炸 现在我们把它归纳在江湖里面了 也算个江湖菜了 前江鸡炸 鸡炸先飞一道水 因为啤酒它是去鸡炸的上味 就锅里面烧油 油温在15层那 海椒节制 炒成都有不原色的放几块花椒 它也是真香 泡浆、泡海椒、泡菜 主要是去鸡炸的上味 泡椒煲炸就炒它才真厌实 腌制萝卜 淘出香味之后 才把鸡炸倒进去 加了水果后就开始调味 凡是泡菜系列的东西 离不开胡椒粉 胡椒粉和泡海椒的乳酸 很容易融合在一起 把它一烧开 这道菜就好了 春菜之后 鸡菌和鸡肠吃起脆 鸡肝吃起鲜嫩和口 同时又有泡浆、泡海椒的味道 回味流畅面面不断 高中比例突然接到一封信 是我的家乡的一个人 是他无意中写错了 写到我的名字了 然后我们把信拿来看 他是写给另外一个人的 但是那一个人呢 他又不愿意来学厨师 我就跟到他联络了之后 都跑到重庆来 开始学厨师 八七年到现在 那个时候是18岁 现在不是应该是 做的年头是33年了 我去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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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